直接一个interface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宣告一个什么呢 Retangle 的一个界面 一个界面 那我继承什么 继承sharp的抽象类别 并且呢 实作什么呢 这个叫做 Premantor 的这个界面 那我上面有一个界面 这个名称 然后呢有一个是 Upset的 类别 那我又可以什么呢 又继承 又实作 所以这边我想 有些如果应用到这个 这个物件导向 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继承这个抽象类别 并且实作 这个界面 如果你这两个都有的话 那你特别注意 因为你有继承的sharp 所以你要实作它里面的抽象 方法 因为你有实作 这一个 界面的话 也要去 实作 它的方法 所以两个也 很类似 那里面的话 分别要把 这个 这个 这个方法 因为它这个抽象方法 所以你要把它实作 出来 然后它界面里面有一个这个方法 你要把它实作 出来 所以这地方 大概了解一下 那 还有就是说 我们来实作一下 那城市部分的话 那城市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第1个 比较特殊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第1个就是建立一个 uptray的一个class sharp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里面的话会有两个 成员变数 一个是x y pregnant 这个界面 然后要计算周长的 那这个class Retangle 也是hans 它变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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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作 这个 这个界面 然后呢 里面它有两个成员变出 一个建构值 建构值 因为Retangle 是什么呢 一个曲型 一个曲型 那曲型的话必须传入 有四个参数 xy 就是它的起点 然后它的宽度跟它的高度 那传递进来之后的话呢 资料存放在哪里呢 xy分别存放在 List List里面 那List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指向 我们把xy传进来之后 传递到 List里面 那我们这个地方 建构值 指的是 我们自己 自己本身 这地方我再看看 然后呢再把 宽度跟高度部分的话 把它放在我们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 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要实作什么 实作这个Ari的 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是抽象 类别sharp里面的 然后再一个 这个 Primatur 这个 周长的里面 它也会有一个界面 界面里面有一个方法 没有实作 所以最后的话 把最后结果 秀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话呢 print出去的话 当然就是说 长方形的面积为多少 再来 长方形的周长为多少 这边有一个方式 最后计算出来的话 我把最后的结果 秀一下 对